譬如說你公開說啦 說在精華城的 省慶金都不要叫你說過 映小威都不要叫你說過 不要跟你說過以前的郝龍斌怎麼給他欺負 郝龍斌做市長都不要拆完 沒有 我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剛才那雙子星這麼好 剛才那美和氏這麼好 都不要拆完 對大集大這麼好 我們精華城都不要拆完 你公開講 雖然現在柯文哲被刺毀 吳寶請回 請回以後 你以為這個台北地檢署這一組 是真差的 真差的 不是地檢署丟臉嗎 我們不是講說現在和屬辦公 通通在中組了嗎 相關想要辦的通通進來嗎 還創下了一個 不管是電影在演的 韓劇在演的 創立了一個虛擬的小組 這個就是說 來 這個負責 虛擬古別 這個負責開車的 那個很會開鑰匙的 對 然後這個很會怎樣 臨時編了一個組 對 大家一起來辦案子 辦完之後 一二三就解散 這叫端谷 就是這個 北檢第六度重啟神秘的端谷 因為這個端谷 至今只有啟動過六次 這些錢 這些金流全部查到以後 全部進到這個端谷 對 大家一起來辦 所以現在即使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沒有辦到這個跟金流有關 可是現在只要查到這些金流 分出去 五件齊發 哎呦 搞不好大家來認定喔 你看這一百七十萬是你的還是他的 對 然後那個四千三百萬的林申 竟然那個三半 對 那個是誰的 舉手說 應該是我們的案子 全部弄在一起 所以你也一直說 柯惡文哲就算金華城逃過一劫 他後面還有四百科 就是說一百七 那個案子 一百七十萬那個案子 搞不好跟金華城無關 那可能是漁果市場 可能是政治現金 可能四百科 所以為什麼要成立這個端谷 厲害就在這個地方 對 阿苗已經講得夠清楚 對 阿伯一直說他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2021年11月11號 阿苗就已經說了 第一個 你送他二十趴的獎勵 第二個 他還提醒阿伯 這會變成你任內的五大案 第三次 阿苗還提醒阿伯 這些是沒有法律規定的 第四件事 阿苗還說 這都是在委員會討論 委員有意見的時候 你把他換掉 擋入了大石頭頒開 這四個論點 從2021年11月11號 阿苗就告訴阿伯了 阿伯怎麼說 他不知道 阿苗當時在執行最新 也沒人注意 沒人關心 阿苗他走最後就說 你不通報到尾了 到最後你讓他馬馬呼呼通過 最後要算在你頭上 然後你可能是什麼 五大必案什麼必案 以後每一條都會被拉出來 一條一條被翻出來 變成你的五大案喔 對 苗伯阿只是提醒他 苗伯阿說完他沒有繼續 那個時候大家都在搞疫苗 對啦 把這些事情 口罩快篩 誰管你什麼精華層 跟掛口罩嘛 他最主要就是說 你這些容積獎勵制度 不可以是都委會提的啦 這個是都發局他們要去提 要提相關的規定 不是你們都委會的這些委員啦 這些委員在委員會中討論 如果有人白幕 白幕有意見 你就把他換掉 對 然後最後就是主席財事通過 他說的都是這個月 九月這個月 然後呢 就決定要送他這個 到最後送出去 柯文哲同時 你要看他的標情 他很認真看 苗伯阿當然是核心喔 這個是2021年喔 除了這個以外 去年選舉的時候 11月喔 對 許淑華在他的臉書上 說從360到800次 臺北市民知道嗎 當時許淑華講這個的時候 柯文哲怎麼講呢 柯文哲整個團隊說 那都是先料理的啦 那不用插味啦 當時許淑華 各位現在上許淑華的臉書 你還可以看到 就把800次寫出來 所以阿伯騙人 阿伯說他今年3 4月才知道 去年11月 許淑華的臉書就有了 好 除了這個以外呢 這一張 大家很熟悉吧 我們不知道說幾道啊 對 這一個 簽程嘛 對不對 2020年11月11號的簽程 柯文哲有該張的嗎 柯文哲簽合金華城都市計畫 公佔龍基獎勵 20% 龍獎將龍基移轉變50% 核定金華城准用都根龍基獎勵 就是准用這兩個字 對阿 柯文哲你簽的時候 你不會問說 這個到最後會變多少嗎 柯文哲你公開說啊 說這金華城會怎樣 省慶金都不要叫你說過 英小偉都不要叫你說過 不要跟你說過 以前的好農賓怎麼給他給他 好農賓做市長都不要簽完 沒有 我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對那雙子興要你好 對那三美盒事要你好 都不要簽完 對大集大要你好 我們的金華城都不要簽完 你公開講 這個公佔我們看幾次打嘛 這總共有三個公佔 你記得嗎 有兩個是柯文哲蓋的 一個是這一個彭正生蓋的 假章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彭正生蓋的假章 這個我們這個節目 光這個螢幕換過幾次 柯文哲你一定知道嘛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可是這一個案子啊 彭正生 彭正生說 去這個金華城的議會調查 我們說 市長交辦嘛 前市長柯文哲交辦 不然為什麼會奉交下 對 為什麼奉交下 那 各位記得有一個新聞嗎 柯文哲不是透過秘書的LINE 去問當時的那個什麼承辦 還是什麼說 你們到底為什麼反對嗎 對 你們當時 你們為什麼要反對金華城嗎 這都是柯文哲當時曾經講過的話 是 好 我們回到 但是這個案子 雖然現在柯文哲被賜毀 吳寶請回嘛 請回以後 你以為這個台北地檢署這一組 是真壞的喔 真差的喔 唉唷 不是地檢署丟臉嗎 我們不是講說現在何署辦公 通通在中組了嗎 對 相關想要辦的通通進來嗎 對 還創下了一個 不管是電影在演的 韓劇在演的 創立了一個虛擬的小組 這個就是說來 這個負責 虛擬古別 這個負責開車的 那個很會開鑰匙的 對 然後這個很會怎樣 臨時編了一個組 對 大家一起來辦案子 辦完之後一二三就解散 這叫端鼓 就是這個 北檢第六度重啟 神秘的端鼓 因為這個端鼓 至今只有啟動過六次 對 因為他們是這樣就是說 我辦我的案 我不會看理政這樣辦的案 對 但是現在就只要柯文哲了 全部用端鼓 大家雲端的資料共享 金華城 四北科 第一 漁果市場 還有這個南港 南港轉運唱 全部政治獻金案 所以我們這裡查了什麼 一百七十萬 對 他們媽媽的手機錢 對 一百七十萬 或者四千三百萬的那個商辦 對 這些錢 這些金流全部查到以後 全部進到這個端鼓 對 大家一起來辦 所以現在即使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沒有辦到這個跟金流有關 可是現在只要查到這些金流 分出去五件齊發 哎呦 搞不好 然後大家來認定 你看這一百七十萬是你的還是他的 對 然後那個四千三百萬的 林申竟然那個商辦 對 那個是誰的 舉手說應該是我們的案子 全部弄在一起 所以你也一直說柯文哲就算 金華城逃過一劫 他後面還有四百科 就說一百七那個案子 一百七十萬那個案子 搞不好跟金華城無關 等一下可能是漁果市場 等一下可能是政治現金 可能四百科 所以為什麼要成立這個端鼓 厲害就在這個地方 對 而且當時都查的是 遠雄 山中 失淵案 跟立委集體收衛案 你說端鼓到現在只有成立過五次 對 就一個高鐵 第一個案子是高鐵 第二個是遠雄大巨蛋 山中 失淵立委 所以第六個就查柯文哲 對 所以這一個 這一組不是假財 也不是你說的 這一組是任務編組 集合辦完之後 全部又解散 所以是一個神秘的編組 好 今天三點 阿伯被吳寶請回的時候 網路上出現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有人說 偵辦阿伯是中組 是天下第一組 是減速黑金專組 而且他每年端鼓 這輩子其實啟動過六次的端鼓 等於是那種雲端硬碟 把所有案子的資料 全部彙整到端鼓 你想辦案直接調資料來看 端鼓都啟動 怎麼會開一個空拋彈呢 也有人說 這個減速黑金專組 從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要壓誰就壓誰 壓沈進京 準壓 壓映小威 準壓 壓彭正森 準壓 要搜誰就搜誰 甚至還四十八路 對不對 去搜映小威 彭正森等等 全部法官都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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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開綠燈 可是為什麼到了最關鍵的時候 到了柯文哲手上 法官帝院就直接說呢 柯文哲犯罪嫌疑 不中大 吳寶請回呢 裡面到底有什麼 真的是檢察官犯的錯嗎 我要請教一下東浩克 東浩克 你跑過非常多的案子 你說檢察官要打屁股 當然打屁股啊 在那邊打臉啊 為什麼 居然被法官寫說犯罪嫌疑不中大 這個法官寫出來他也知道他會被大家質疑啊 但他還敢這樣子寫 所以他一定有準備嘛 那台北電線主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他太有把握了 他在家庭之前幹了一件什麼事情 什麼事 限制柯文哲的律師月券啊 限制月券很奇怪嗎 當然啊 很少啊 因為限制月券表示我對你律師不信任嘛 對 不信任什麼 怕律師出去篡證嘛 對 所以限制月券的時候 同樣的法官也裁啊 同意啊 對 曾森園那個律師只能做筆記啊 對 筆記做完 還要繳回來耶 對 開完庭筆記要繳回 任何人聽到這個認證 對柯文哲百分之百不利嘛 對 結果 結果大翻轉 為什麼 因為你舉證不足啊 你要證明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 因為限制月券表示檢察官不會把所有牌都掀出來 讓你看有限的卷宗 有限的卷宗表示 法官看的那本也是限制月券的那本 牌也沒出來 法官會看到全部的 但是正式的看不完 對 你知道嗎 因為只有幾個小時 而且那個卷應該是一疊 對 你要你只能用手抄哦 你不能打字哦 對 所以本來第一時間慢慢判斷說 大概壓定 結果 被吐槽啊 你沒有證明 他犯罪嫌疑重大嘛 為什麼 就是太有把握了嘛 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法官就直接跟你講嘛 兩點嘛 第一個你要知道他 你要事前執勤 你要明治違法 你還這麼幹嘛 20%容積率是錯的 你還是這麼幹嘛 某一個角度來講 人家看這個事情哦 就這一個 呃柯文哲的這個 呃 吳寶 吳寶 吳寶請回的這個裁定書哦 他等於是 提前做了一次模擬考 哎呦 因為他只是模擬考哦 家庭不是代表未來有罪無罪 對 他是模擬考 是我要不要壓你 好可是 求是圓的 這一個裁決書 還可以有很多玩法 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 如果我不曉得北檢有沒有想到 如果我是檢察官 因為我們以前跑地檢署 我這時候會幹嘛 我會把柯文哲的這個這個這個裁定書啊 趕快拿去給彭政生看 彭政生被搜壓嘛 對 欸彭政生很慘哦 彭政生沒辦法看新台派上線 他當然看不到 他搞不清楚柯文哲自由了 那為什麼要利用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是心靈最脆弱的時候 對 心理最脆弱 柯文哲無保請回 我收壓進見 然後法官的裁定書還說我什麼 賄賂金額龐大 主導跟印曉威跟 跟沈慶晶 主導整個都審會 對 所以換句話說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這個壞人裡面 到我為止 彭政生為止 所以檢察官就拿這個柯文的 財政書給 彭政生看說 欸你仔細看哦 我都不用講什麼 你不講那個道理為止哦 就是 如果照這個趨勢走下去 就是你扛嘛 那事情大條啊 就是你扛嘛 而且 賄賂金額龐大 對 那個就不是五年哦 賄賂金額龐大 那個大概是十年起跳哦 但是他忽然間變呂速德 我本來想說他有沒有機會當那個 余文 余文太小咖那只是特別費 是 余文那個是那個才一年多而已 對 呂速德一審是九年突利罪 對 而且呂速德人家沒有賄賂金額龐大 那給這時候給彭政生看幹嘛 你要不要想一下 表示彭政生在庭訊的時候 沒有直接咬柯文哲 如果彭政生在積壓題那個過程當中 或者不是 在那個之前的偵訊過程當中 如果彭政生很明確講 就是柯文哲受益 而且柯文哲明知違法 然後我有跟他報告之類的 我如果是檢察官 我不拿這個筆錄去跟法官講 這兩個人必須一起收押 他算正嘛 對 就算你涉嫌中大 你要逃亡或串政 你要跟誰串政 你要講 對 而且時間有限 為什麼 彭政生被申請羈押的人 有一個在逃共犯 說疑似潛逃的 對 都發局 現在是 總工程師 現在是都發 這個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少舊配 人家已經回來了 對 這是羈押彭政生的理由之一 我如果是彭政的律師 這時候會做什麼事 人都回來了 對 他沒有逃亡啊 對 我抗告的時候一定把這條寫進去啊 對 你不利用彭政生現在心理最脆弱的時候 趕快去鬆動他的心房 好 那回過來再講一個 說 北檢這個事情為什麼打屁股 前面辦得不錯 講一個小故事 印曉威跟沈慶金會被收押有一個原因 8月22號 還沒開始動他們嘛 對 他們兩個一起跑去看同一個律師 你看一次就算了對不對 8月好像24號 兩個人又到同一個律師事務所 你想想看 他們兩個為什麼會被擠壓 第一個有金流了 對 第二個兩個人就看同一個律師 這個律師 不要講名字 因為我認識 是 他還是其中一個人的 後來的辯護律師 對 那是不是要串政 是不是要串政 兩個人的律師其實是不能互相碰面的 對 然後又是在 又是又是在這個收到傳票前 大概是那個時間點 因為9月5號 我們要提前通訊你嘛 兩個人又訂機票都要出國 然後才知道被禁管 所以前面這一段辦得很漂亮 表示他們連去律師事務 同一個律師事務所都被抓到 那我如果是法官 我要裁定基拉的時候 我這樣看的時候 我很好裁啊 可是彭順生也裁啦 為什麼柯文哲 所以 北院的這個裁定書 阿伯當然很爽 對 你知道嗎 在裁定之前 他的律師證聲員在那個 那個地方法院的外面 在幹狗法官你知道嗎 他說法官偏袒 檢方 結果出來給我這個 雙手張開像英雄一樣歡呼 我跟你講他們自己都沒想到 他們自己都沒想到 居然是五寶 對 這個法官也很簡單 要嘛積壓要嘛五寶 對 兩個很極端對不對 所以 你等於台北地政書 等於做了一次模擬考 這個模擬考是不及格的 但是還好 你還有機會補考 對 你不要補考又 你不要補考又沒過 人家是宗主耶 宗主也會 眼數黑金專主耶 宗主也會死當 你以為宗主就不會死當 還特徵主咧 對齁 那鄭森媛也是特徵主的 他們都是他們的前輩 不是 鄭森媛後來 他北的律師 跟那個所謂的 沈慶晶律師 都是宗主的前輩 那又怎麼樣 鄭森媛辦安辦到最後 把他自己的檢查狀況搞掉了